我这方面的话我是比较放心的 那么我知道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 我认识的人当中越来越多人 就是使用这个Gmail就是谷歌的这种账号 为什么他的这个就刚才您有提到 为什么他这个账号的这个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呢 谷歌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现在呢 可以在他的这个网页上显示你上一次访问的IP地址 比如说你第二次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要是注意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就是登陆到谷歌的这个账号里面去 你会看到你当前的IP地址是什么 那么比如说过了两天之后的话 你再登陆进去的话 你看一看上一次访问的时间和IP地址是不是对的 如果中间还有其他别的人访问 别的IP地址在你不是你而访问的这个账号的话 那么当然他就会有潜在的安全威胁 那当然谷歌他还提供一种就是叫做 我不太清楚中文怎么讲 英文叫two factor 就是说除了你的密码之外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来验证 这个two factor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第一是你知道的 第二就是你拥有的 这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知道的 一个是你拥有的 比如说你的密码就是你知道的 但是你知道的话可能别人也会知道 对吧 这就是有一种他就是不够安全 那么第二就是你拥有的 什么叫你拥有的 比如说你的指纹 那只有你才有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他除了要密码之外的话 还需要你的指纹 或者同时的话 或者说他除了需要密码之外的话 还需要一个你拥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是你拥有的 别人没有对吧 那么在你登录之后的话呢 可能谷歌的服务器 会给你的手机同时发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上面的话呢 有另外一个密码 一次性的 比如说十分钟之后就失效了 所以你登录的时候 除了你有密码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人知道 但是因为他不拥有你的手机 所以他也看不到 你手机上所收到的这个短信 或者说你手机但丢掉之后的话 被别人得到了 你很快就会发现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他就大大增强了这种 就是网络登录的这种安全性 当然谷歌他还就是通过 SSL加密的方式 使得从你的终端 就是你的电脑 到谷歌的电子 就是服务器 邮件服务器之间的话 可以是全程加密的 那么中间的人的话 他可能看不到 就是这个邮件的内容 他并不是明码传送 他是加密传送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方面的话呢 都是谷歌在 就是安全性方面 烧生一筹的地方 好 谢谢您张博士 我们来接听一下 云南周先生的电话 云南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请说 我觉得这个网络安全 对于整个世界 特别是自由世界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对于这个超限战 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当年打败国民党 这种地下的活动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希望美国 在这方面加强管制 做好这方面的保密 防范工作 谢谢啊 好 谢谢您周先生 您的电话 河北李先生你好 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 请说 河北李先生请说 好 河北李先生不在电话 现在上山西段先生 你好 山西段先生请说 我说 这个黑卡攻击啊 他的个人行为 美国提出 有无力的对待人 他是不是要求那 好 好 谢谢您段先生 您电话 那么张博士啊 就是说 现在大家就是在讲说 这个黑客攻击行为 究竟是这个爱国愤青呢 还是中国政府 来进行的这种行动 那您的看法呢 就是其实 刚才我已经谈到过了 因为这次攻击的话 它是一个 它并不是一个 技术密集型的攻击 而是一个情报密集型的攻击 也就是说 攻击的人的话呢 他搜集了大量的这个情报 比如说几百个 这个被攻击的人 他们的朋友的信息 他自己本身的那个 email的信息 他还能够仿造 他的朋友来 的口气来给他发 发邮件 这个不是一个 单个的黑客能做得到的 单个的黑客的话 他也不见得有这样 大的耐心 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做这件事情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 他这种网络钓鱼的话 他可能钓了十次 二十次 才能够有一个人上钩 所以说他等于是 收集了几千几万个 这样的信息 这个不是个人 能够做得到的 不是一个两个人 能够做到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常识出发的话 我们有理由怀疑 中国政府是 中共是幕后的黑手 刚才还有一个人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国防部 有一个声明 就是网络攻击的话 等同于军事战争 这个是在 6月4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 发表的一个声明 那么这个声明的话 其实我倒不觉得说 中国这次攻击的话 是为了挑战 对美国这次声明的底线 来做一个测试 我倒不这样认为 因为这次攻击的话 其实已经持续时间 长达一年的时间了 谷歌其实以前 他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他要做一些 这种安全追踪 所以说他 就是一直是 在技术方面的话 尽量的能够 把这个事情 做得更精确一点 就是提出的这个证据的话 更严谨一点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在国防部发表 就是说这个攻击 实际上是在美国 国防部发表这个声明之前 很久就已经开始 那么就是说 平常我们在新闻当中 就是说像这次 我们谈到这个黑客 是来自中国 这个谷歌已经说了 只是他并没有说 是中国政府 而是来自中国 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说 这种美国的这种电子邮件 比方说像谷歌的这种Gmail 受到比方说 其他国家的侵害 而是很多这种 常常这种黑客行为 是来自中国呢 刚才有一位先生 其实讲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就是中共的话 他实际上在这个情报搜集方面的话 一直是采用一种 就是 非常的机密 而且呢 他所涉及到的这个范围的话 相当的广泛 级别的话 有的时候会非常的高 就像当时他谈到国共内战的时候 像胡宗南的这个 就是好像是他的秘书吧 叫熊向辉 就是胡宗南的部队到哪里 熊向辉事先就把这个信息 已经告诉给毛泽东 所以感觉好像是 毛泽东或者彭德怀打仗很厉害 其实是情报搜集的原因 包括当时在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这个 中共40万军队能够打败国民党 60万军队 实际当时的国民党作战部部长郭汝槐 他实际上是在蒋介石身边 他每一次这个命令 还没有下落到军长的时候 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 同时郭汝槐利用他自己 在这个美国国民党 就是sorry 就是利用他在国民党作战部部长的 这个身份的话 他有意的调动军队 延误军队的这个 比如说行动的时间 使得中共能够有时间 对他埋进行合围啊等等 所以当时杜宇明 在被淮海战役被捕之后的话 他就说国民党内部肯定有内鬼 因为他的军队调动 军事行动实在是太蹊跷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案 在美国不断能够爆出来 像前一段时间的陈文英案 他是跟那个联邦调查局的 一个很高级别的官员有染 然后盗取一些情报 包括以前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现在的 湖北省省委书记叫于郑生 是吧 他哥哥叫于强生 1985年的时候到美国投诚 然后当时揭露出 当时这个中央情报局 有一个很高级的官员 好像几乎他差点要做 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叫金无怠 他也是把这个韩战 包括这个尼克松 要跟中国建交等等 很多情报就是都是交给中共 所以中共的这种间谍渗透的话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 他主要是通过一种 人员渗透的方式 那么现在在网络时代的话 他这种信息搜集的话 他可以在网络上来进行搜集 所以说我想就是说 中共这种攻击的话 就是他实际上是他过去一种 间谍活动 情报活动的一种延续 并不奇怪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 根据您个人的观察 中国来自中国的 这种黑客行为 他们的技术的层面 到底是有多高呢 比方说像是美国的方面 有这种能力 或者是说有这样的技术层面 来这种对抗 这样子的黑客袭击吗 其实这种网络的话 没有绝对安全的 因为互联网本身的话 它的这种属性 就属于那种开放 信息自由流动 所以就是在互联网上 如果你要找到漏洞的话 常常是很容易的 因为就是在同样一个 这个机构里边 比如说有一百个人 那么其中只要有一个人 不注意安全 整个机构就全是不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一旦进入到 这个不安全的电脑之后的话 我就等于进入到 你的网络内部 就相当于 假如说一百个人有钥匙 都有这个门的钥匙 其中有一个人把钥匙弄丢了 你就可以拿他的钥匙 进整个这个家的 这个整个进入到 这个家庭里面去 所以说就是这种 情报搜集工作的话 就是说中共我想 它也比较看重这种网络这种 天生的这种不安全性 当然就是说 我们说一点题外话 就是说恰恰因为网络本身 它是带有这种自由流动的 这种信息自由流动的属性 天生的这种属性 所以中共长期以来 对这个网络封锁 它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金 我们知道 中国有一个经论工程 在2002年的时候 中共自己公布的消息 当时就花了8亿美元 来建所谓的这种网络长城 其实是我叫网 我把它叫网络柏林墙 它并不是防止中国 免受别的国家的网络攻击 而是防止中国人民 透过这个墙 能够出去看到外边自由的信息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 网络柏林墙 或者说是一种网络监狱 它建的实际上是一个网络监狱 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中共投入 大概就有8亿美元 但是我们要知道 2002年的时候 中国的互联网人数 只有4500万人 当时中国国际出口贷款 是9个GIG 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网络人数 就是网民的人数 已经达到4亿5000万 就是当时的10倍 同时中国的出口贷款 达到一个terabyte 相当于当时的100倍 就是随着这种网络人数的 急剧的增长 和这种网络贷款的 急剧的增长 中共到底在 现在投入多少资金 去封锁网络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 那肯定是 我其实即使是花几百亿美元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觉得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但是即使这样 中国的网络封锁仍然不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很多人的话 他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通过这种突破网络封锁 自由门 无级浏览等等 能够到海外来看海外的网站 它是跟这个网络 这种开放属性 是有很大关系的 谢谢张博士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现在我们目前讨论的是 这个谷歌的电邮账户 被中国黑客袭击的相关问题 另外张博士还会告诉我们 如何确保自己的电邮账户 能够维持安全 那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电视节目讨论 请您拨打400-120-0551 400-120-0551 我们来接听一下 湖南张先生的电话 湖南张先生你好 好 湖南张先生 好 湖南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那么张博士 那么我们刚才就谈到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黑客的问题 一般来说 比方说像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注意到 在中国什么样的人会变成黑客 然后他们是一个有什么样的背景 他们有什么样的教育 还是说任何一个人 就是他可以在家里变成黑客这样子 其实黑客攻击的话 它有不同的技术层面 有的技术层面 有的技术方 有的技术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呢就是在 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特罗伊木马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 是不是很清楚 就是和马史诗里面讲到一次 这个特罗伊和希腊人之间 一场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 希腊人打不过他们 就攻不下那个特罗伊城 他们就做了一个木马 然后把视频藏在里面 特罗伊人把木马拉到城里面之后 半夜的时候 这些人从木马肚子里面爬出来 等于他已经进了城 就把这个城就给打败了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概念的话 在现代网络技术中用的就比较多 就是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email 这个email里面呢 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 很好看的图片 或者是说 你收到这个email里面 是一个很有用的应用程序 或者说比如说你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想把网络上的一个MP4格式的一个video 你想把它中间的这个音频提取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能在网上有很多免费的软件去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的话 你去运行这个软件的话 这个软件也能够完成 你希望的功能 比如说做这种文件格式转换 但是其实的话呢 这个软件它这种功能 它只是一个障眼法 实际上的话 你在run这个软件的时候的话 它这个软件在你的电脑里面就加了一个木码 加了木码之后的话呢 那么从此之后的话 你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网络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你敲击键盘 因为你要输入密码的话 你是敲击键盘的 那么你这个对键盘这个敲击的顺序 就会被这个木码程序记录下来 记录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传递到比如说一个服务器上去 那么别人就很容易就知道你的密码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因为这样的木码程序太多了 你随便下载一个发给一个人 他可能一运行就中招了 然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通过它来这个得到它的密码 这是一种 还有种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这个木码的话 它可能会留一个后门 比如说作为一个电脑来讲的话 它一般来说的话 它不会去监听某一个端口 但是呢你加入这个程序之后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去监听那个端口 然后通过那个端口 就像一个后门一样 你就可以进到它电脑里面去 来控制它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的话被控制之后 在我们这个网络安全中 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Zombie 就是一个僵尸电脑 然后的话呢 很多电脑都被控制的话 它们就可以形成一个Zombie的Network 就僵尸网络 这个僵尸网络的话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些僵尸网络的电脑 来对某一个服务器发起 我们叫做deny of service 就是什么 就是使得你那个电脑网络瘫痪 就是它可以同时发动很多人 同时去访问你这个服务器 造成你这个服务器瘫痪 但是发动攻击的这些电脑 它们本身它们是不知道 它们等于是被控制的 所以它们叫僵尸嘛 所以就是说 这些东西的话呢 在这个网络安全上的话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手法 而且呢 它的技术含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并不是说需要 你必须是在网络安全方面 研究了什么样的 就是学位 做了多少成绩 你的数学会有多 就是你的这种逻辑思维有多好 并不需要这个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共政府的话 它经常干这个事情 我原来有一次曾经 因为一件事情吧 我邀请一些人在辩论 当然是我的观点的话 可能很多人 中共是不喜欢的了 我邀请他们辩论 那么我当时公布了一个电子邮箱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 我们电子邮箱 就每天都会收到很多 类似于这样的附件 我知道那个里面 肯定是有这种恶意代码 木码 或者是这种僵尸控制软件 但所以我就不会去打开它 好 谢谢张博士 我们来接听一下江西林先生的电话 江西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 我每天都看你那个 每天都看你那个电视台 为什么只有一个小时 小时才一个小时 是不是里面太穷了 没钱 我们好多好多人都想 比如像我每天 所以他只有一个小时 每天还是九点到十点 就是太少了 我送我来 就是这里面 美国那边落到地 里面不能到中国的那个新闻 就是神经病下 也建一个电视台嘛 那老百姓也推起名字嘛 我的关键是这里 好 谢谢您 林先生您的电话 那么张博士 关于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 那个美国方面当然是非常的重视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的时候 就在知道这件事情 就说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我不知道 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对美中关系 我不知道您觉得 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 并不是 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一些 美国的这个建国价值啊 这个立国精神 自由啊 民主啊 法治啊 跟中国这个中共的这种独裁政权 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呢就是说 实际上美中关系在这些方面的话 一直是有很多的争执 当然这种东西的话 对中美关系的话 会造成多大程度的这种恶化 我现在还不敢说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美国政府 其实对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的话 其实是早有耳闻的 或者说他们早就知道的 只不过是说 碍着面子 大家不去挑破它而已 当然谷歌现在一旦公布之后的话 那么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来讲一些话 我觉得这也是肯定的 刚才那位江西那位林先生讲的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落地 这并不是取决于美国之音的问题 当然是取决于中国问题了 中国现在的话呢 它的社会可以说是民怨沸腾 我们看到三月份的时候 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今年所谓的社会公共安全支出 实际上我们叫维稳费用 人民日报自己也说这是维稳费用 就是维持稳定的费用 今年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军费开始 今年只有6100多亿 所以说 这是第一年所谓中国维稳费用的话 要超过军费 军费是干嘛的 军费是为了对外发动战争 或者是说对外保护国家安全的 当你的这个维稳费用超过军费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是在准备上对老百姓的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老百姓不喜欢你嘛 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说 如果美国之音还到中国去开一个电视台的话 那我觉得中共肯定会非常非常害怕 他肯定不会允许的 好 谢谢您张博士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 这个谷歌的电子邮件账户 被中国黑客袭击的相关问题 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请您拨打400-120-0551 400-120-0551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那么张博士 我们就回到就是说 关于个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这种电邮方面的问题 您刚才讲到这个谷歌的这个电邮 它已经为这个用户做了一些这种安全的这种保障的各种方式 那么个人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自己的这种网络 不要被比方说密码被盗窃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 你的网络上 你的电脑上不要随便装网络下载的软件 因为很可能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下载软件的话 很可能是有木码的 这个我在美国后来就非常小心 除了正版的软件 而且不是中国生产的 我才可以可能考虑回去安装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骑虎大战360 是吧 就QQ和那个360之间的这个争执 两个人互相接短 其实中国的那个所谓的 所有的这种防病毒的软件 包括这种即时通信软件QQ 包括就是这个中国版的Skype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Skype 中国版的就是实际上是香港的 那个Tom Skype 那个版本 这个里面都有木码 它就是通过这个来窃取你的这个 你的密码 或者是说呢 它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来记录你这种就是网络的行为 然后的话呢 报给中国政府 所以说就是说你绝不能下载 没有就是特别是从中国来的这种软件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你的密码 当然要足够的强大 不能够被别人猜得出来 所以至少密码要八倍以上 而且是字母数字的随机组合 否则的话就是说很容易被别人猜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 我想就是说用户的话呢 它可以考虑用户不能够随便打开 不明来源的这个附件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一个一个word文件 一个doc文件 现在doc文件 如果它是纯文字的话 它是比较少 比较小的 比如几十k啊 一百k啊什么之类的 就就是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size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几百k的文件 打开了之后的话 里面比如说只有纯文本 可能只有那么两三句话 或者是半页纸 你知道这里面肯定是有病毒的 否则的话 它这个两三页纸的这样的一个纯文本的话 可能只有几十k 为什么要几百k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 就是用户自己要有这样的忙碌安全意识 那么当然就是说 你还可以采取一些更高级的手法 比如说你可以装一些虚拟中端 我们叫VMware 凡是那些 你觉得可能会有安全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虚拟终端上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整个虚拟的这个机器删掉 然后再重建一个 这个是非常快的 有十分钟就可以重建一个虚拟机 就是这些技术的话 说起来其实都并不复杂 但是呢 用户必须得自己有这个安全意识才行 那么像一般呢 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面这种防毒软件呢 是不是能够有效把这种 自己电脑里面的这种 比方说木马城市这些东西删除掉呢 它很难 它只是防毒软件的话 防病毒软件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安装 而且最好是安装正版的 像美国这种赛门铁克的 就是SAMNTech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 就是比较有名的大的这种防病毒 对中国的防病毒软件的话 我本人是一直是持这种保留态度 但是防病毒软件的话 它防病毒它防的是已知病毒 它不会防未知病毒的 它可能会有一些pattern的这种 这种match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未知病毒 如果编的足够高明的话 会躲过防病毒的软件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就是说 病毒和木马是两个概念 病毒的话是改了你的电脑之后的话 可能让你的电脑变慢 或者让你的电脑crash 或者是说让你的电脑硬盘 就是失灵等等 那是对你的电脑 对你的工作造成伤害 木马不会造成 对你的电脑本身造成伤害 它偷的是你的密码 这是两个概念 所以说很多防病毒的软件的话 它并不能防间谍软件 叫Spywire 它是并不能防止这个 它可以去防止virus 就是病毒 它并不能防止Spywire 好 谢谢张博士 我们来接听一下 河南田先生的电话 河南田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说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这个网络安全 应该是这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 请问张博士对不对 好 谢谢您 河南田先生的电话 等一下请张博士为您做回答 福建州先生你好 福建州先生请说 福建州先生 好 福建州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广东林先生你好 广东林先生请说 喂 喂 喂 好 你请说 好 这个有可能 那么谢谢您的支持 还有这个关注 好 那我们就请张博士 回答一下 就是说 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问题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吗 当然是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很泛泛的一个陈述 那我们只能做肯定的回答 网络安全的话 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 对于我一个个人来讲的话 我最关心的就是说 如果我的网络不安全 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就是说 就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的网络不安全 那么我的信息是被美国政府知道的 我觉得我对美国政府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就我觉得我的信息 即使被他们知道的话 我不会对其他别的人 造成什么潜在的伤害 那么当然美国是民选政府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保护的国家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做这样的事情 一旦被百姓知道的话 他们可能会通过选票 会通过一些其他别的媒体 或者通过司法的这个途径 来制约这种行政对 行政机构对民众那种利益的侵害 那么实际上我最担心的 实际上就是 当我的信息一旦被中共知道之后的话 会对中国人有什么伤害 会对那些在中国生活的人 会有什么伤害 我觉得这个是 网络安全确实是很多国家 他们的这个涉及到国家的安全 就像美国政府说 如果你网络攻击的话 可能会视为战争 那当然会对国家有伤害 但是我想作为我们 一些平民百姓来讲 我们考虑网络安全的时候 主要是考虑到 就是说其他别人的安全问题 好 非常谢谢您张博士 谢谢乔治梅森大学 教授张天亮博士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各位朋友 我的脸书和推特的网页开张了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到脸书 Facebook或者是推特 Twitter网站搜寻 张佩芝 就是工长张 佩服的佩芝 蓝的芝 就可以找到我的网页 在那里 我会和大家分享节目幕后花絮 你也可以和我做直接的交流 请大家来捧场一下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之外 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1.voachinese.com 地道理语 实用短语 美国文化 多样生活 赶快登陆 goenglish.me 72个生活场景 三种美语难度级别 让你了解美国文化 免费提供课程下载 配有趣味游戏 语言识别等技术 练习情景对话 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结交一起学美语的朋友 写美语博客 以互动的方式 快乐地学习地道美语 好 今天的时事 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张天亮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讨论了这个 谷歌的电邮 被这个中国黑客受到袭击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 张天亮博士也告诉我们一些 关于这个 如何防止自己的Gmail 或者是雅虎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这种 电邮账号被黑客袭击的相关问题 那么如果刚才没有收听收到 收看到刚才张天亮博士的这种 告诉我们不同的这种说法 那么请您到这个 等一下到美国之音的网站 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再次听到这个 张天亮博士告诉我们如何 防止自己的电邮账户被黑客袭击 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向美中大事所定美国之音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要请这个美国的企业人士 和我们讨论 中国抗通货膨胀的这种措施 对于外国企业 还有金融市场的影响 我是张佩芝 祝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